玉璃分局在副理分助所竹田派出所分别举行两位新任所长的布达就职典礼 由分局长黄敬瑶主持 齐勉上任的所长贯彻治安为重交通优先 并利用各项集会宣导当前反诈骗的重点工作 玉璃分局在副理分助所竹田派出所分别举行两位新任所长布达就职典礼 由分局长黄敬瑶主持齐勉新上任的副理分助所所长贯彻治安为重交通优先 请大家给所长一些时间然后认识一下辖区 先掌握一下治安状况 然后如果大家需要服务的话 那所长才有办法做到最好的服务 谢谢大家 另外新上任的竹田派出所所长本身是副理人 憧憬期间各性敦厚待人诚恳 凡事主动积极工作认真 那大家也看得出来所长 谭后 应该不会太内向 那难得可以找到一个所长 特别人在地的 而且也很愿意来承担这个承认 玉璃分局长黄敬瑶也再次的提醒新上任所长 必须迅速地掌握辖区内的治安 交通状况 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 无缝接轨社区紧正工作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邦报道